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也没有在屁股 但是我也没有说配合心情主要 还是说是想调理身体 然后把该排都排 屁股 调理身体 它主要是清理一些素变 长泼 脾胃的一些素变 如果只是调理身体 还有一些因为饮食带来的一些菌 就通过屁股的话 它有的就死了 改变了环境就饿死了 真的是 就是因为吃多了 就腐 就是腐朽的食物带来的菌 就会死掉 它会清理一下 其实去进化一下身体 但是超世界屁股的话 你就要配合修正 如果没有菌做什么 就没有意义我觉得 因为你是七七六玉 贪生吃卖这些东西 无法通过壁股 如果你没有政治 也不是在修行的话 你并没有通过壁股 来真正达到成道 就是说去绝招啊 增强绝招的一个定力啊 并说壁股 光靠壁股还是达不到的 因为佛学最多是有定能生会 最多是要有定力的 但是少吃东西可以定 以前的阿罗汉吃一餐 只是因为吃的少欲望轻 但是这个我觉得目前对我们 就像尤其在红尘里边 你们公公红尘里边 就是如果不配合修行的话 光说是不吃东西 能减少贪生吃卖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绝招内心 就是静坐 一个是静坐 如果你有静坐的话也更好 就是说通过壁股以后 你的欲望或者是很多 是不是清心寡欲 达到一个就是很清静 或者是通过不吃东西 然后很多对这个世界的 很多的东西看法就是淡磨淡破 就是很宁静很淡破 就是有一些能够处理 不再勾勾回春会觉得 被强烈的波动和窃移 就有处理还有清心寡欲 这就是一般壁股带来的一些 正面的好的东西 第一是生清气爽 就是因为壁股不吃那些腐烂的时候 第一生清气爽 第二清心寡欲 心态比较淡破 然后呢如果再加上静坐 定力会加强 就是这就是说我们壁股 就带来了正面的 但如果说没有这些就是说 只是觉得无力或者什么其他的 那就是一些负面的 就是说对这个世界上的名利 或者情乐或者东西 我们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它已经不再转我们了 就是让我们的心 也不是死心 是淡磨淡破 就是不动 能够达到一点进而不动 这就已经不错了 通过壁股能达到这些已经很厉害 但是这个真的是要配合受责的 一个是修制 一个是经典的 就是直接正直接的确立 嗯 嗯 但是 哎 几年了呢 就是 你在哪里 炒 炒很多 你跟 一个能量很长 炒在一起 对 炒价值很大 60啊 对 炒是一个多维度 比如我们现在是三维 你走的是三维 其实你这个像 越智利的这个像是三维的嘛 那你在四维加上十维 五维加上火 慢慢加上速度 加上其他 在五维 六维 七维 八维 你都存在状态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不是以这样一个形式的 哎 他那些是 无形度对你影响很大 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对你影响很大 第一次炒一烧 我们要做官房 就是在官房里 就是 就是 提升了 还有就是 啊 还有直戒很重要 就是 不断的那个直戒 吹你了 你 你就会 开始只是一个观点 但是随着你逼进去 同样一个行为 你在不同的地方 你直戒不同 突然结果就不同 并不是你在追求那个结果 是 突然那个结果 得出的结果就不同 你突然会留不同的东西 这个就是因为直戒 前面那个音不同 行为是一样的 我就感觉 我觉得影响不大 我看你目前的状态 还比较清静 但是呢 心里边的愉悦程度不够 也没有 因为他那种 清静 他不是宁静啊 你比较静 你比较静 比较清静 你是有点静 安静下来了 但是 他不是一个清静带来的愉悦 不清静 就是说明他前意识里边压抑的 还有些外面的信息在那 就是通过鼻鼓 要清理负面的正面的所有东西 不过不是只有负面 是正面的 他的肢戒 要对正面的肢戒 有些东西 只要对身体是负担重重的 不管他正面的都要清理掉 就是要清理那些 净化那些禅谱的东西 就是头脑里边的一些错误的肢戒 也要清理掉 就是影响你 让你心里有负担的 因为身体的负担 那是心理的负担 那目前你是 头脑里边的东西 减少的很少 那就是 他只是停在那不动了 一旦你吃开饭 慢慢就有红尘 他又开始活动 活跃起来 但身体上我觉得还不错 20 2023是小颜 我觉得还挺正常 最重要的其实是 农历是50年 之间的东西 然后呢 那是23 那是23 那就这个了 这个是什么时候 就51年 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 就是满仓了 就像在这个手机里边 储存量太满了 但是那些事情不是简单的 我说我不想就能清空的 不是 他是新的直接进去 其他的 旧的就富的就没有了 就新的正确的直接导入 新的正确的系统进入 或者这就摧毁了 就是摧毁旧的东西 你干嘛 不是不想就是 就是 学习新的东西 嗯 接受新的东西 而且是一定要是很正确的 就是真理性的东西 然后那些旧的不正确的就消失了 就不用去清除了 反正 你清除不了 因为那些东西是空无的 它像波一样 它无处不在 因为它是虚无 它又是个说 呃 杯子我们拿出来 打来它 那是一个表象 毕竟有些东西还不是那样子 它只是一个方法 有些是通过那个清理不了的 有些生生世世的一些 习惯思维 记忆 嗯 会导致我们出去 它不断的又有新的信息进来 你必须确立新的系统 新的东西 嗯 旧的就摧毁掉 嗯 新的东西 我建议你用佛学的东西来确立 确立新的目标 生命目标 方向 精神支柱 所有的东西 你用佛陀的东西 你实际上的你的东西 能摧毁所有的 我想跟我那个朋友 这不是叫金刚界 金刚就是我能摧毁你所有的 呃 腐败的旧的 不是真理的东西 呃 我建议你就是 还是看金顶 如果你 最好这两天 有些说去视频 就是开 开市的那些 你要有时间也可以 你随便议一下那些东西 其实 呃 你如果没时间就不用 你今天正好说嘛 说起 如果没时间你就不 你要有有时间 有精力你就议一个 因为都是一段 一小段 一小段 都是开市吧 视频叫那样 反正你觉得 没准从里边 你会有一点 因为系统的这两年 我收了上七个视频 上七个视频的话 里边 你你学 你就觉得这段有意思 你觉得对你有 你就意这一段 你觉得这段没意思 你可以不意 你从里边学 但是那些有意的 我觉得只要你反复 反复 反复 看我觉得对你会有帮助 对 对 就是因为他这两年 因为开市的东西 就是答了所有人的疑问 因为很多人坐在这 问我问题 对 我不断的答那些问题 其实也是我们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听一遍有时候 就是没那个什么 你在意的过程 你会反复的思考 我觉得整个看法会触动到 你这个 这儿的东西 突然你会放下你旧的东西 会有接受性 就是说那些也不着急 我跟你说 你拿我去 你看 你觉得这一句有触动 你就意 你觉得没触动 先把它放在那 你就不管它 因为每一个都是几分钟的 因为我也想系统 嗯 但是你要系统的 开始学的话 因为你不在这儿 老不在这儿 走来走去 而且你就走别怀孕了 我觉得你去把那些开市 有一些东西整理一下 你看一下 对你的帮助会很大的 嗯 因为那些全是这样的机子 上百个人在这儿问的问题 嗯 他们的问题都代表了 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 很多的那种压力啊 或者想不开的那些东西 嗯 我觉得太好了 其实在这儿 我觉得我自己用的太多了 嗯 我没办法停止 你不是停止 是 负面的信息太多 嗯 就是有些也谈不上政府 就是一些信息 那些信息 那些信息 当你形成一块 事怪思维 他们已经就好像 好像电线上面 拔的东西 就像你是个思维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但是 那些思维 假如把它当成个电线 那电线上面 符合了很多灰尘啊 那些杂 那些东西都要进化了 那些东西 是 那些东西 是 那些东西 是 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 那些东西